大明嘉靖年间 松江府华亭县有个人名叫花玉春 娶妻无事 已经五十多岁 只生了一个儿子 娶名花林 花林六岁时被父亲送到私塾读书 可他不是读书的料 读了三年还是什么都不通 到了十多岁后父母再也管不住 经常和几个同学一起偷偷溜出去玩 父亲见他不成器 觉得还不如不让他学 等再长大一点 给他一点本钱做买卖 于是给他退了学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花林长到十七八岁 整天游手好闲 老两口一商量 打算给他娶个媳妇 有了媳妇看着 兴许他就能定下性子 于是找来了陈媒婆 这些做媒婆的 心里都有一本账 陈媒婆想来想去 想到了徐家的女儿 这徐家女儿名叫小南 从小父母双亡 也没别的亲戚 被姑姑养大 后来姑父不幸也走了 人家都嫌她是媒娘娇的女儿 所以十八岁了还没嫁人 陈媒婆问花玉春两口子 觉得这个徐小南行不行 他俩知道自己儿子是什么德性 哪敢嫌弃人家 当即同意 请陈媒婆去说 徐小南的姑姑家离花玉春家不远 知道她家有房有地 日子过得不错 就是不知道花林是什么样的人 没人什么都敢说 在姑姑和徐小南面前 把花林大夸特夸 姑子俩信了她 答应了这桩婚事 花家赶紧下了屁 选了良辰吉日 把徐小南迎娶过门 拜完堂喝了合锦酒 花林揭开红盖头 亲戚们看到新娘长得天生丽质 仙姿玉貌 额眉好齿性恋陶三 双眸似秋水 朱唇似英红 无不羡慕花林好福气 娶了这么一个天仙般的媳妇 肯定天天在家守着 可是花林刚在家 守了新媳妇没几天 就又跑出去 和狐朋狗友们瞎混去了 花林有个朋友名叫李二白 三十多岁 靠引诱父家子弟嫖赌为生 花林被她哄骗 回家把媳妇的衣服首饰 偷偷拿去赌 徐小南发现衣服首饰少了 知道肯定是丈夫偷的 立刻告诉了公婆 又把剩下的衣服首饰 交给婆婆帮忙藏起来 老两口见儿子还跟以前一样 气得蹊跷生烟 没多久就病倒了 徐小南赶紧请来郎中医治 吃了许多药都不见好 媳妇悉心照料公婆 毫无怨言 花林却对父母不管不顾 又偷了媳妇的首饰出去嫖赌 在外面赌书了 就回来朝媳妇发酒疯 李二白见花林 再拿不出银子出来玩 又找上了一个书生 这书生名叫任容 二十出头 父亲是个举人 后来做了典时 挣下了上千两银子的家业 后来父亲因病去世 家里只剩下老母和书同仆人 任容虽然定了亲 但还没把媳妇娶进门 如今在城外读书 在亲戚家喝酒时 和李二白曾有过一面之缘 这天 任容出城读书的路上 遇见李二白 李二白拉住他嘘寒问暖 恰好又遇到了 在街上闲逛的花林 李二白拉着两人进了一家酒楼 要了几个菜和一壶酒 在膝上对任容甜言蜜语 再三奉承八戒 任容年轻 见有人捧着自己 立刻飘飘然起来 上了李二白的沟 第二天就拉上李二白和花林 到酒室喝酒 三人一拍即合 任容不再安心读书 整天想着吃喝玩乐 花林又好酒 终日和他们混在一起 根本不管家里的媳妇 和还在病中的父母 花林父母的病一天比一天重 花玉春宴气时他又不在家 徐晓南托邻居去找了很久 才把他找回来 回来后也没见他多伤心 任容和李二白听说他父亲走了 过来帮忙料理后事 刚给父亲下葬 母亲又没了 忙了好一阵才算把二老安葬 现在没了父母 没人再管着他了 他把家里剩下的钱 都拿出去买酒买肉 还经常把李二白和任龙 请到家里玩 李二白提议道 我们虽然不是亲骨肉 但也要患难与共相互扶持 不如我们结拜为异性兄弟 你们看怎样 花林和任龙立刻赞同 于是百上香案拜了关公发了事 结为异性兄弟 李二白年龄最大 是大哥 花林是二弟 任龙是三弟 李二白见花林的媳妇 徐晓南貌若天仙 心生邪念 每次看到他都抓心挠肺 总是趁机朝他抛媚眼 可徐晓南根本看不上他这种人 其实徐晓南看上了 年轻俊雅的任龙 见他一表人才温文尔雅 每次他来家里 都笑脸相迎 任龙早就明白他的心思 只是花林脾气暴躁 担心被他发现以后 没好果子吃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这天 花林买了一些韭菜 让媳妇到厨房做好 和了二白 任龙在外面喝酒 三人喝了好酒 酒有点凉了 任龙说道 酒冷了 我去换暖的来 说完他拿起酒壶来到厨房 正巧徐晓南在厨房也喝了几杯酒 脸上红扑扑的 坐在灶台前煮鱼 任龙对徐晓南说道 二嫂你让开些 让我取一点活暖酒 徐晓南听了这话 心里痒痒的 脸上带着笑骂道 你个小油花 说的什么话 是想占我便宜吗 任龙听他明显是故意往歪了说 看他脸上带着笑 一股一火瞬间生疼 大胆地挨到他身边坐下 徐晓南看他过来坐 欠了欠身 给他让了位置 任龙大胆地搂住徐晓南 捧着他的脸亲了一下 说道 自从见到你 我就一直忘不了你 要是能和你好上一回 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徐晓南说道 这有什么难的 既然你有心 待会儿出去把你二哥灌醉 和李二白一起离开 我打发你二哥睡了 你晚上悄悄过来 任龙闻言欣喜若狂 说道 那好那好 你可要开门等我 千万不能失信 徐晓南笑着点点头 把冷酒换成一壶热的给他 又把煮好的鱼送到外面 任龙把花灵灌得烂醉 眼看天快黑了 李二白醉熏熏说道 三弟天黑了 我们也该走了 任龙帮忙收拾碗筷 又悄悄和徐晓南说了几句话 才扶着李二白离开 徐晓南扶着花灵上了二楼 帮他躺下 又回到楼下 装着收拾家务 把门虚掩着等任龙来 没过多久 任龙推开了门 鬼鬼祟祟钻进来 徐晓南连忙把门插上 指着楼上小声嘱咐道 轻点 别让他听见 徐晓南拉着任龙的手来到李屋 说道 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上楼看看他 任龙早已迫不及待 一把搂住徐晓南 推倒在凳子上 任龙比花灵长得标志 比他知情知趣 而且色胆如天 徐晓南自从成亲以来 还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 一个时辰后 两人修兵霸占 徐晓南一边收拾衣服一边说道 没想到这种事竟然这么有趣 你要是能常来就好了 那个李二白经常盯着我看 实在让人心烦 你可千万不能把咱俩的事泄露给他 要是他就告诉花灵 你我可都活不成了 任龙说道 我怎么可能把这事说出去 你放心 我会防着他的 徐晓南靠着任龙说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俩才能再见面 变深了 我怕他突然醒过来 你先走 以后再找机会 任龙还不舍得走 说道 那我再和你好一回 他抱着徐晓南正要再来 忽然听到花灵在楼上叫徐晓南 让他拿茶来 两人吓得魂不附体 徐晓南赶忙答道 我这就拿来 他赶紧把任龙送出门 拴好大门 捧着茶送上二楼 花灵喝完茶问道 你怎么还不上来睡 徐晓南回道 我刚在底下收拾完 这就睡 第二天 花灵带着李二白去找任龙 任龙恰好在家 随口说道 听说今天海边有个戏班子演戏 昨晚我有一个表弟从京城回来 我娘让我今天去看他 回来的时候天肯定黑了 这戏是看不成了 花灵听说有戏看 说道 李大哥 他去看亲戚 我们去看戏吧 李二白说道 要是没戏 岂不是白跑一趟 花灵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海边 要是没戏看 就到他家喝酒 李二白听说有酒喝 立刻说 那好 那咱俩明天一早就去 任龙送走两人后 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第二天早上 任龙拿了一些银子 让小仆人文柱跟着 买了一些韭菜来到花家门前 他让文柱记住这个门 然后叫他回家 并且嘱咐他千万别让母亲知道这事 徐小南打开门一看 见识任龙 赶紧把他拉进门 任龙笑道 我把他们两个骗到海边去了 一来一回有三十多里路 回来肯定天都黑了 我拿了一些韭菜 今天好好跟你喝几杯 徐小南乐开了花 赶紧把门插上 把韭菜拿到厨房 徐小南一边收拾韭菜一边道 万一你二哥回来 被他撞见了怎么办 我想起小楼后面还有一间房 是公婆在的时候盖的 一直锁着 我们到那里去喝 就算他回来 肯定也不会到那间屋子去看 你觉得怎么样 任龙大喜过望 立刻跟着徐小南来到后面 推开门一看 里边桌椅床铺应有尽有 而且打扫得干干净净 两人把韭菜拿到房里 肩并肩坐下 你一杯我一杯 浓情蜜意魅眼调情 自古道 花为茶博士 酒是色媚人 两人喝了没几杯 很快滚在一起 心满意足后 徐小南说道 时候不早了 万一他回来可就不好了 你先回去 咱俩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任龙连连点头 悄悄从后门溜走 没过多久 花林就回来了 徐小南心里暗想 还好我让他早点走 要不然肯定被他撞见 从这以后 任龙和花林 李二白凑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 有机会就摸到花林家和徐小南相会 要是花林偶然间回来 任龙就躲进后面的房间里 因此花林一直没有发现异常 李二白见任龙的机会少了 在他身上占不到便宜 心里很不高兴 经常来找花林 有一天 李二白又来找花林 花林不在家 剑门没关 大大方方走进客厅 朝里面喊道 二弟在家吗 徐小南在里屋打道 不在 李二白听到这娇滴滴的声音 色心顿起 平时有花林在不好下手 今天他不在 觉得正好是个机会 静止来到里屋问道 弟妹一向可好 徐小南回了礼 说道 伯伯请到外边坐 李二白笑心心说道 弟妹 二弟在家的时候 经常带我进来 今天他不在 你怎么要把我推到外面去 弟妹这么标致的人 怎么说出这种不知趣的话来 徐小南文言立刻正次说道 伯伯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男女瘦瘦不轻 我男人不在 伯伯理应到外面坐 李二白色衣上头 扑过去想抱徐小南 徐小南一个闪身跑到外边 仗红了脸要去抽门栓 就在这时 花林突然回来了 看到媳妇满脸怒气 赶忙问道 怎么了 没等徐小南开口 李二白在屋里听到花林的声音 赶紧跑了出来 花林见李二白从里屋出来 立刻觉得不对头 徐小南没有说话 走进了屋里 花林问道 李二哥 怎么回事 小南为什么生气 李二白答道 我有事找你 帝妹说你不在 我以为她在哄我 进屋去看看 没想到帝妹怪我不该进屋 是我不对 惹得帝妹生气 花林听了这话 竟然没有多想 也没去问媳妇到底怎么回事 对李二白说道 大哥 他富人家心情 你不要见怪 走 咱俩到街上走走 直到二更天时 花林才喝得醉醺醺回来 徐小南见他又喝醉了 想跟他说白天的事 可马上又想到 他要是不再和李二白出去喝酒 自己就没机会和任聋相会 只好忍下不说 第二天 花林没有问昨天的事 徐小南也没有开口说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不过李二白从此 不怎么赶来找花林了 花林总出去喝酒 每次都喝得醉醺醺回来 徐小南服侍他躺下 然后就到后面小屋和任聋快活 任聋经常在花家过夜 和花林李二白来往越来越少 李二白没摸到徐小南 反弄了一身骚 心里实在气不过 心想 那个徐小南一看 就不是什么贞结烈父 肯定在外面勾搭上了小白脸 明天开始 我就去盯着他 要是被我抓到把柄 看他还敢不从我 李二白从此经常在花家附近转悠 恰好有一天 远远看见任聋走到花家门口 连忙躲到对门的裁缝店里看 只见任聋推门进去 过了有一个时辰 过了有一个时辰还不出来 李二走到花家门前 推了推门 发现门是插着的 李二白心想 多半是花林留他在家里喝酒 所以这么久都没出来 他敲了两下门 只听徐小南问道 是谁 李二白答道 是我 我来找花林说话 徐小南答道 他不在家 李二白心想 要是花林在家 肯定给我开门 多半是不在家 难道是他俩勾搭到一块了 于是他立刻问道 既然二弟不在家 男人三弟怎么在里面半天不出来 徐小南说道 你是见了鬼了吧 三弟啥时候到我家来过 李二白道 我亲眼看见他进来的 你还说不在 徐小南说道 那你进来找找看 徐小南把门打开 李二白大不留心走进来 在屋里到处找 没有看到任龙的身影 他不知道花家后面还有一个屋子 所以飞快地跑上了楼 他当然找不到人 心想这就怪了 难道我真见鬼了 徐小南在楼下骂个不停 他从楼上下来 不敢再带 赶紧跑出门 就在这时 花林回来了 见媳妇在骂人 问道 你这是在骂谁 徐小南立刻拉住他 哭着说道 还能是谁 是跟你结拜的好大哥 之前你不在家 他竟然到房里来调戏我 我赶紧跑出来 还好你回来了 你可是亲眼看到的 今天他又来调戏我 我刚把他骂走 你怎么就认识了这样的朋友 花林文言大怒骂道 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之前被他骗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竟然还敢来 看我不杀了他 花林说着就冲进厨房 拿了菜刀出来 徐小南连忙拉住他说道 千万不能鲁莽 自古捉奸捉双 今天没有当场抓住他 你要是把他杀了 是要给他偿命的 他没把我怎么样 以后不跟他来往就是了 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 花林耳根子软 什么话都听 媳妇这么说 他觉得有道理 扔下菜刀说道 便宜了他 幸好我媳妇不是那种人 要是不争不结的 岂不被他玷污 让人耻笑 徐小南听到这话 心里乐得快要笑出来 从厨房拿出了一些韭菜 说道 别管他了 这是我今天特意为你准备的 不值得为那样的小人动气 花林气还没消 坐下来灌了一壶酒 很快就醉了 徐小南扶他上楼睡了 这时候任龙还躲在后面的屋子里 徐小南来到后面 把李二白的事说了一遍 问道 咱俩的是被他知道了 如何是好 任龙想了想说道 说不定李二白还在外面 我现在出去 要是再被他看见就不好了 不如我今天就睡在这里 等明天早上 趁二哥没起来 坐到外面 就说来找二哥说话 和二哥一起出门 徐小南说道 就这么办 只是今天他没有抓到你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以后可怎么办 任龙想了想道 我家有个小仆名叫文柱 他认着你家 以后让他来传信 徐小南道 你明天拉二哥到你家喝酒 让文柱真酒 我认认他 然后给他一点好处 两人商量好后又喝了酒 亲热了一回 徐小南才上了楼 第二天早上 任龙和徐小南早早起来 先把大门打开 坐在客厅里喊道 二哥在吗 徐小南假装答应了一声 跑上楼对花林道 任三叔找你 他这么久都没来过 会不会是李二白 让他来说情的 你可千万不能再跟他来往了 花林说道 你放心 花林下了楼 见了任龙拱拱手说道 三弟最近怎么不常来了 在忙什么 任龙说道 宗师发牌现考 之前学业荒废了不少 所以一直在县里读书 今天家里有事 母亲叫我回来 我这才有空来看二哥 不知二哥一向可好 花林答道 拖闲地的福 最近还好 你见过李二白吗 任龙说道 正想和二哥一起去看他 花林怒上心头 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 任龙听得心里暗暗发笑 假装大怒 骂道 自古道 朋友七 不可惜 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去看他了 小弟过些日子也要娶妻 他这样的人怎么能来往 二哥不必为他这样的人生气 和小弟到家里散散心好不好 花林想着过去又能有酒喝 答应得非常爽快 任龙带着花林来到家里 发现母亲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走近一看 是帮他说媒的王老伯 任龙之前定下的亲事 女方家催他能早点来迎娶 任母问道 还没定下婚期 我家还没准备好 亲家为什么急着让他们成亲 王老伯说 张家老爷最近身体不好 女儿年纪也大了 早点成婚也好 任龙过来见过王老伯 任母吩咐家人准备酒席 任龙又请花林做陪 三人一直喝到太阳吸血 花林和王老伯向任家告辞 花林和王老伯走在路上 问道 老先生 张老爷病得很重吗 这么着急 王老伯笑而不答 花林继续问道 莫非是张老爷家里出了什么事 催他赶紧娶 想收些彩礼 王老伯听后说道 张老爷是尽是出身 做了十多年官 去年刚升了官 哪有出事 花林想了想问道 那是为什么 王老伯问道 小哥是任公子的亲戚吗 花林说道 不是亲戚 我和任贤弟义气相投 结拜为兄弟 情同骨肉 王老伯说道 这么说来 你说的话他肯定会听 敢问你家在哪里 花林说道 就在前面不远 王老伯说道 我有时想和你商量 必须到你家才能说 花林一听这话 赶紧把他带到家里 让徐晓南上茶 花林问是什么事 王老伯说道 我看老弟你是个老实人 头风肯定紧 所以才敢跟你说 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花林说道 我和任龙是结拜兄弟 老丈有话尽管说 王老伯说道 张老爷的女儿 今年已经二十岁 闺门没看好 肚子里有了别人的种 他爹在京城 是他母亲悄悄找到我 让我来催人家赶紧来去 免得败路 他需给我十两银子做报酬 我看这是还需要老弟你帮忙 要是他能早点娶回去 我分你一半 花林听说任龙的未婚妻肚子里 有了别人的孩子 吃了一惊 想了想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试试看吧 王老伯说道 这是可千万保密 花林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 王老伯说道 时候不早了 我还有话要 能不能陪我走几步 花林文言 赶紧领着王老伯出来 徐晓南送上茶水后 听他们说是任家的事 立刻留心起来 躲在门后把事情听得清清楚楚 徐晓南愣了半上 突然觉得脖子后一阵发凉 心想任公子和我偷情 他的未婚妻又被别人偷 这可真是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我要是和他也弄出孩子来 可怎么好 接着他又想 我和张家小姐同为女人 要是他进门之后 丈夫不介意还好 要是不愿意 张小姐可怎么做人 到时候他肯定要寻死 要是丈夫不管他 被他父亲知道 肯定也没命了 等到花林回来 徐晓南问道 刚才你们说的事我都听到了 你打算怎么办 花林说道 这件事不难 我劝三弟将计就计 少出点才离取他过门 到时候我就能拿到我五两银子 徐晓南听他这话 心里嘀咕了半天 说道 你要是去说 他听了还好 万一要是不听 你们以后还怎么见面 那五两银子 还不一定能拿到呢 我想 人生在世 应当帮人排有解难 你和任三弟是结义兄弟 他的事就是你的事 你应该拔刀相助才是 你要是肯听我的 我倒有一个主意 花林问道 贤妻有什么妙计 赶紧说来听听 徐晓南说道 刚才听没人的话 张家小姐才刚刚显怀 应该只有三四个月大 不如找一副要帮她把胎打了 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花林说道 这倒是个好主意 可是不知道张小姐愿不愿意 花林说道 不如这样 明天你带我去张家 就说是任家的亲戚 来和她商量婚事 我先找张小姐的娘去说 她肯定也不希望女儿在丈夫家出丑 花林想了想说道 好是好 可这样的话 还得倒贴要钱 徐晓南骂道 你个吃货 这是要是办成了 那是两银子都是你的 花林觉得有利可图 拍手大笑道 好好好 就按你说的办 第二天一大早 花林拿上银子 到生药府里抓了一副打胎药 又雇了一顶轿子 把徐晓南抬到张家 张夫人听说是任家的人 立刻把徐晓南请进来 上了茶 问道 请问夫人尊姓 徐晓南说道 我是任公子的 结拜兄弟花林的妻子 有重要的是说 能不能到里面去说话 张夫人见她一脸严肃 把她领到里屋 她又请夫人 把丫鬟们都赶出去 才趴到夫人耳边 张夫人听得面红耳赤 对她谦恩晚谢 赶紧让丫鬟们准备韭菜 还特意热了好酒 然后走到女儿房里 张夫人让女儿把药服下 又请徐晓南多住两天 张小姐服下药后 没两天孩子就掉了 张夫人把徐晓南 请到房里千恩晚谢 送给她十两银子 一对金钗 一只金簪和两匹绸缎 再三谢道 大恩不言谢 这点东西你一定要手下 来日方长 将来一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徐晓南拿着东西 也是千恩晚谢 坐着轿子回了家 花林见媳妇回来 赶紧把她拉到楼上 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徐晓南将打胎的事 细说了一遍 把张夫人送的东西 拿给她看 花林喜出望外 手舞足蹈 说道 我明天就去告诉三弟 让她请我喝酒 徐晓南赶忙拦住她 说道 这种事怎么能告诉她 要是让她知道了 不是把张小姐给害了 花林道 哎呀 我真是糊涂 还是贤妻有见识 这是我烂在肚子里 绝不对任何人说 这是虽然做得滴水不漏 可是徐晓南心里 却久久不能平静 想到任聋和她偷情 她的未婚妻被别人偷 可以说是报应不爽 一想到自己将来 可能也要遭报应 心里就发怵 每次和任聋相会 都提心吊胆 李二白自从那天 看到任聋进了花林家 找了一圈没找到人 还被徐晓南大骂一顿 害得她好久不敢找花林 气得蹊跷生烟 有一天 她又走到花家巷子里 不敢去敲门 在她家对门的 周才逢门口坐了下来 周才逢问道 李公子 你是来找花公子的吧 李二白道 正是周才逢道 他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 李二白问道 周师父 你最近有没有看到 任公子到花家来过 周才逢随口答道 他是你的结拜兄弟 怎么到问起我来了 李二白说道 我前些日子分明看到她进去了 好久不见出来 进去一看却没人 反受了一肚子气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你要是知道点什么 可要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忘了你 周才逢嘴上刻薄 说道 我早就不管这种事了 要是在十年前 哎 不说了 李二白听他这话 分明是知道什么 立刻追问道 周师父 你要是肯帮我 我给你五两银子 周才逢听他说 能给五两银子 立刻来了精神 说道 这种事做出来 是要出人命的 可要想好了 一不做 二不休 不是开玩笑的 先告诉他丈夫 然后大家一起捉奸 要把奸夫 淫妇当场捉住才行 李二白道 这淫妇太聪明 肯定是在花林跟前 说了什么 他才不来找我了 他不见我 我能怎么办 周才逢听后大笑道 花公子好酒 把他拉到店里喝几杯 三言两语就能说动 他要是不信你的话 就让他来问我 李二白问道 你这几天不出去干活吧 周才逢说道 只有一个张老爷家 有几件衣服没做完 李二白和周才逢商量好 第二天找到花林 笑着给他做了个衣 花林看到他 七步打衣出来 随便还了礼 却不正眼看他 李二白说道 二弟自古道 若听一面说 便见像离别 我有很多贴心的话 想对你说 花林本来不想理他 听他说有什么心理话 不耐烦地问道 你有话快说 李二白见他搭话 知道有机会 连忙把他拉到一栋酒楼 等酒菜上来 李二白斟了一杯酒 恭恭敬敬递到花林跟前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花林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李二白又斟了一杯 递到跟前 花林拿起酒杯又喝下 问道 你有话快说 李二白说道 我要是说了 只怕你连酒也喝不下去了 花林听他这么说 来了兴趣 又喝了几杯 问道 你一个大男人 默默唧唧的 快说 不说我可走了 李二白故意欲言又知 花林说道 罢了 既然你不说 这酒我也不喝了 花林站起来就要走 李二白拉住他说道 就怕我说出来你不信 反倒怪我 花林已经极不耐烦 说道 你说吧 我不怪你 李二白说道 那我可说了 你那几天见过任龙吗 花林说道 前几天他从县雪里回来 请我到他家喝过酒 李二白又说道 二弟啊 弟妹骂我那天 任龙就去过你家 弟妹把他藏在家里 被我看到了 我要进去搜 弟妹这才急了 反倒骂起我来 你是个大丈夫 可不能被夫人给骗了 花林想了想 我媳妇好端端的 他怎么这样说 问道 你既然知道那天任龙在我家 当时就该告诉我 现在你告诉我 他们俩有奸情 这话可不能随便说 李二白说道 我亲眼看到他进去 一个时辰都没有出来 所以才进去搜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天诛地灭 你要还是不信 就去问问你的邻居周财风 花林想了又想 说道 我家后面还有个屋子 难道那天他躲在我家过夜 被你看到了 担心你还在外面等他 所以不好出门 第二天说来找我 和我一起出门 为的是掩人耳目 这么说来 他们两个确实有奸情 我一定要宰了他们 李二白赶紧说道 二弟 小点声 这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花林赶忙问该怎么办 李二白道 办法道有 只是这次可千万不能被他识破 花林道 不会的 一定会小心的 李二白道 事不宜迟 你明天说要到府城办事 同时约任龙到家里说话 不等他来你就先出门 他来了见你不在 肯定留下来过夜 我就守在门外 他来了我就告诉你 花林点点头 李二白说道 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花林说道 这还用你说 花林走到门前 看到对门的周财风 问道 周师傅 我有话要问你 周财风看到他过来 就知道事办成了 说道 有什么事 让我给你裁衣服 花林说道 你可不能瞒着我 我这件事肯定瞒不住你 你有没有见过任龙到我家来过 周财风道 大观人 我老人家不管这种闲事 露水夫妻也是前世定的 你以后谨慎点就是了 干嘛来问我 花林听了这话 完全相信了 回到家里 装作无事发生 对徐晓南说道 我明天要到府城去 你帮我准备一些 再准备点酒来 徐晓南问道 你去府城做什么 花林答道 去找一个朋友 徐晓南心想这下又能和任龙相会 暗暗高兴 李二白见花林走了 心想他回去肯定去问周财风 我跟着去问问 周财风看到李二白过来 走过去把花林问他的事说了一遍 又问他怎么捉奸 李二白把所有安排讲了 周财风说道 你答应我的事可不能食言 这点小事不用提醒 李二白说完酒溜 第二天花林起来 对徐晓南说道 我今天早点走 前几天在任龙家喝酒 今天顺便安排点小菜 请他过来喝几杯 我现在就去约他 他要是来晚了 你就陪他吃 徐晓南心里高兴 嘴上却说 哪有我陪他的道理 花林假装出去买东西 先去见了李二白 约好今天动手 将一把匕首交给李二白 然后去找任三 约他下午到家说话 周财风在家等着晚上捉奸 不料张夫人家的管家 来催他去做衣服 他推脱不过 只是跟着去 到了张家 张夫人出来问道 周师傅 你咋来得这么晚 是家里有什么事吗 周财风回道 夫人 我能有什么事 只是今天住我对门的花家 有一桩天大的事 我想留在家里看看 张夫人听她说花家 问道 莫非是花林家 周财风答道 正是 夫人还认得她 张夫人说道 她家和我有亲 大家能有什么大事 周财风道 原来是夫人亲戚 那就不能说了 张夫人道 有话快说 周财风一向口风不言 张夫人一追问 她立刻说道 实话跟夫人说 她家媳妇长得貌美如花 勾搭上了一个信任的秀才 张夫人问道 那信任的秀才是什么人 周财风说道 她父亲做过典史 张夫人追问道 他们两个敢做出这种事来 周财风说道 她俩好了快一年了 花林有一朋友 名叫李二白 想趟这趟浑水 徐晓南不肯 后来被她撞剑勾搭上了任秀才 昨天她和花林商量好计策 今天要捉奸 张夫人问道 这是你怎么知道 周财风道 李二白和我关系不错 她让我帮她动手 张夫人听后 立刻来到女儿房间 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女儿 张小姐说道 娘 徐姐姐救过我的命 赶紧想办法救救她吧 张夫人说道 我自有主意 我现在亲自去告诉她 就她一命 报她之前的恩情 任聋那边 我让管家骑马去通知她 让她今天千万不能去花家 张小姐道 娘赶紧去 张夫人立刻让家丁被叫 迅速赶到花家 徐晓南听到敲门声 以为是任聋来了 开门一看 竟然是张夫人 张夫人立刻问道 花官人在家吗 徐晓南答道 她有事去府城 刚走没多久 张夫人感叹道 看来这是事真的了 徐晓南一头雾水 问是什么事 张夫人赶紧把她推进门 张夫人一进门 立刻拉住她 她到她耳边把事情说了一遍 吓得她面如土色浑身打颤 徐晓南愣了半伤 跪下叩头感谢 要不是夫人 我就没命了 张夫人扶她起来 说道 不要这样 你救了我女儿 我这是报答你 况且也是为了救小婿一命 徐晓南感激不尽 要请张夫人留下来喝酒 张夫人不愿停留 说了几句话就走 任龙在家里精心打扮 刚走出家门 张家的管家骑着马 慌慌张张赶来 她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 任龙吓得魂不附体 愣了半嗓才说道 知道了 打发走张家人后 任龙回到书房坐下 心想我不去 小男就没事 应该写一封信让文柱送去 就说我有事 不能去喝酒 花二哥见了 就不会再怀疑他了 他立刻写了信 让文柱送到花家 徐晓南看后对文柱说道 叫你家公子千万不要来 离二白留花林在家喝酒 等着任龙上钩 但他不放心 不知道任龙到底有没有去 于是来到任家 问他家老管家 你家公子去花家吃酒 去了没有 管家随口说道 去了 离二白欢天喜地 跑回来对花林道 任龙已经去你家了 花林听后咬牙切齿 不停骂两人 离二白一边窜夺一边劝酒 你多喝点 晚上好动手 眼看天已经黑了 花林提刀就要走 李二白嘱咐道 先别走 等我去看看 或许在你家楼上 或许在你家后院 要是没抓到被他跑了 反倒被他笑话 你坐下再喝两杯 我去看一看就回 徐晓南在家里走来走去 心想 家里没有男人 不怕他来抓 只是那个李二白太可恨了 他想害我 肯定会先来打探 所谓人无害虎心 虎无伤人意 我先把灯点上 把大门扮演着 就在这里等他来 李二白来到花家门前 轻轻推了一下门 发现门是扮演着的 悄悄走到院里 徐晓南听到油脚步声 知道肯定是李二白 小声说道 三郎我在这里 李二白寻着声音走过去 不料被徐晓南一把抱住 就去扯他裤子 李二白顿时一火焚身 心想 以前怎么都上不了手 现在他把我当成任聋 不如就先跟快活一番再说 两人就在客厅里抱在一起 李二白这下终于如愿 心想等我完事了再去找花林 就说任聋没来 这次和他好了 下次就容易了 徐晓南心里早就有了主意 抱着他任由他动作 花林等得不耐烦 心想 怎么还不回来 肯定是撞见了任聋 两人打了起来 不能让他跑了 花林提着刀 一口气跑回家 监院门开着 立刻走进去 徐晓南一直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听到有脚步声 知道是花林回来了 大叫道 来人啊 有人见我丈夫不在家 想要对我用墙 救命啊 李二白听他这么喊 立刻意识到不对 想赶紧跑 却被徐晓南紧紧抱住 托不得身 花林冲上前 摸到肩膚 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不由分说 一刀捅了过去 等捅倒了肩膚 花林又来杀徐晓南 没想到他早就把门栓抽了出来 朝花林打过去 花林没有防备 手里的刀掉在地上 徐晓南连忙捡起刀扔到楼梯上 花林骂道 你这个淫妇 还敢撒野 我听说任聋和你勾搭成奸 今天就是来抓你们的 现在肩膚已经死了 接下来就是你 花林朝徐晓南扑过去 徐晓南提着门栓朝他打去 正好打在他的手上 花林哀悠一声 骂道 你还敢还手 看我不载了你 徐晓南骂道 你个蠢东西 世上只有和奸才会杀媳妇 他要对我用墙 我喊你来救命 你怎么杀了强奸的人又要杀我 这是什么道理 花林骂道 还敢胡说 李二白说你和任聋勾搭上 让我来捉奸 徐晓南说道 任秀才是个读书人 怎么会做这种事 花林骂道 还敢骗我 你的肩膚任聋已经被我杀了 看你还能逃到哪里 徐晓南接着骂道 你个蠢东西 刚才李二白进来 说一直仰慕我 求了我几次我都不肯答应 今天只要从了他 他就能救我一命 说完就把我按在这里 我一直叫人 没一个来救我 你杀的是李二白 怎么说是任秀才 花林听他说杀的是李二白 吃了一惊 拿着灯走到尸体旁 仔细一看 惊得愣在当场 他愣了半晌 跌坐在地 叫道 我明白了 他几次想要勾搭你 你一直不肯答应 他才想出了这个主意 刚才他还故意留住我 原来是给自己找机会 苍天有眼 他自作自受 我问你 任龙是什么时候走的 徐晓南说道 他根本就没来 你出门没多久 他就派了一个书童过来 拿来一封信 说是给你的 徐晓南把那封信递给花林 花林洗了洗手 在灯下拆开看 只见上面写道 蒙兄相请 本当拜领 文兄王府公干 孔生误会 心领盛情 龙后当面感谢 地刃三顿手 花林看后说道 原来他没有来 李二白却说他来了 看来都是他倒的鬼 死的这叫一个好 险心让他害了你 徐晓南冷笑道 指尖不为好 撒手不为奸 捉贼见脏 捉尖见霜 他是自作自受 可是他的尸首怎么办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花林想了想 说道 拿一条口袋来 我把他装进口袋 丢到他家去 谁知道是在我家死的 只要别被邻居发现就行 徐晓南说道 今天对门周才逢家关着门 应该是不在家 左边王阿爹到女儿家去了 右边的张三哥下乡 他娘也不在家 我刚才叫了这么久 都没人来 应该都不在 你赶紧把他送回去 夫妻俩把李二白 装进口袋里 先将地上的血迹清理了 徐晓南帮花林 把他扛到肩上 花林一口气来到李家 将尸首倒出来就跑 然后把口袋扔进了河里 花林回到家 发现徐晓南正站在门边 问道 你站在这里做什么 徐晓南脸上挂着嘞 小声说道 我害怕 不敢在里面 花林说道 没事 人都死了 还怕什么 徐晓南还是吓得哆哆嗦嗦 花林搂着他上了楼 他一直抱着花林不敢撒手 花林也很害怕 拿来韭菜 两人起杯酒下肚 才渐渐平静下来 周才逢从张家回来时 已经是深夜 经过李二白家门前时 心想 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要是办好了 该把说好的五两银子给我 他推了推门 发现门是开着的 一边往里走一边喊人 却没人回应 他突然被什么东西 绊了一跤 用手一摸 竟然是个人 他心想 李二白怎么睡在地上 又摸了摸 摸到湿乎乎的 心想肯定是喝多了土的 今天先回去 明天再来要银子 他从李二白家出来 顺手把门关上 回到家里 拿钥匙开了门 也不点灯 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 李二白的邻居们 发现他一直没出来 来到门前喊道 李二哥 还没起来吗 邻居随手一推 门开了 走进去一看 发现李二白倒在地上 发现地上有血 邻居大吃一惊 大叫道 不好了 李二白被人杀了 家长和保长过来一看 说别慌 地上有血迹 跟着血迹 说不定能找到凶手 大家循着血迹 慢慢找 跟了没多久 血迹断了 周财逢醒来 没有洗漱就出来开门 有人发现他的衣服上 有大片血迹 吓得赶紧告诉保长 那边李二白被杀 这边周财逢一身血污 所有人都觉得 这是和他脱不了关系 把他送到了县衙 支县声唐问案 周财逢极力辩解 说人不是他杀的 可有人说 看到他这两天 和李二白在一起说话 支县也想赶紧破案 给周财逢上了加棍 周财逢已经五十多岁 哪受得了 虚打成招 签字画押 案子报上去 周财逢又到翻了拱 因为没找到凶器 支县查来查去 没查出结果 周财逢受了大刑 很快死在牢里 徐晓南虽然逃得一命 可李二白毕竟是被他害死的 每天睡不好觉 更不敢再和任聋来往 因为睡不好 徐晓南对花林说道 我姑姑年纪大了 现在一个人住 我想把他接过来一起住 也免得你怀疑 我在外面有人 花林说道 你说的有理 之前是我不好 一直游手好闲 张家送的东西 我想卖了换成银子 以后做点小生意 再也不出去喝酒了 徐晓南听他这话 洗上眉烧 说道 你早就该这样 出了李二白的事 任聋竟然还想着徐晓南 趁花林出去的时候 又来找他 发现他姑姑也在 他拉徐晓南单独说话 徐晓南却对他说 花林现在不出去喝酒了 每天按时回来 以后咱俩就不要再来往了 任聋文言很是失落 不久以后 任母做主 选了良辰吉日 让任聋把张家小姐取进了门 进了洞房 任聋发现张小姐 已经不是完璧之身 暴跳如雷 问和他相好的是谁 张小姐不甘示弱 大骂道 要不是我娘让管家给你烧信 你现在早就伸手易处了 还敢问我 要不把徐晓南找来 你问问他 我的相好是谁 任聋这下没了脾气 两人约好不再提以前的事 张小姐一身大小姐脾气 任聋考了几次都不中 让他在父亲和家人面前没面子 天天抱怨他除了会勾搭女人 其他一无是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